比尽的神 这两个字用的好 也就是你决定的神 不尽的是在这一神 你这一神已经中了阴了 如果这一神的语言殊胜 这个阴这一神就结果 就拯救 如果语言不殊胜 还留念这个世界 舍不得离开 这一神不能往生 来生后世 遇到殊胜的缘 你就能拯救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神当中 要有高度的拯救 真相往生 真往生 真往生 这个世间就别认真 说这什么 随缘缘有 什么都好 横顺众生 随习功德 放下边界 边界是不对劣 不跟任何人对劣 不跟任何四对劣 不跟任何五对劣 真正做到了和谐 横顾 横顾比和谐的意思更好 与一切众生 横顾相处 愿轻平等 随习功德 什么都好 要真学 有人稀奇很深 想学 可是 境界一先前 就忘掉了 必须有高度的 警觉性 境界现前的时候 能记住 能把改过来 什么都好 样样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为什么呢 我马上到极乐世界去了 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样样都记脚 说明说 我还不想到极乐世界去 这还不错 这就不相应了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念念求相应 不能不相应 所以 身佛国见阿弥陀佛 我还不想到极乐世界去 不耐心的 我还不想到极乐世界去